我從小時候開始已經用剃刀脫毛 它是否夠方便 不過不知為何 剃的位置越來越黑 真的有點擔心 其實用剃刀脫毛如果方向不對 或者我們的刀片不夠膩的話 其實會重複磨擦 令到我們的角質層會增厚 色素會暗瓦 另外如果我們不破壞了毛狼的話 其實我們無法依然會在生長周期 會生出來的 如果我們重複使用刀片去脫毛 也會令到我們的色素越來越加深 膚色會不均勻 也會影響我們的外觀 要改善我們的皮膚色素暗瓦 其實我們可以一至兩個星期 用磨砂去除我們的角質層 也會令到我們的皮膚會比較白淨 但始終這個不是長遠解決的方法 現在會有一個專利技術 TKS的選擇性光熱技術 這個激光的技術 它的波長是755Nm 由激光轉發為一個熱能 光能夠有效地進入我們毛髮 去破壞我們的毛狼的黑色素 破壞它的生長能力 做到一個永久脫除的效果 而這個技術 只會讓我們皮膚的黑色素吸收 而不會破壞到我們皮膚其他組織 可以減淡到我們本身的色素之餘 令它更加白滑 想要解更多激光永久脫毛的資訊 可以和我們Dermas的治療師 安排免費的資訊 以及體驗我們的服務 我們都會oto角色 選擇 �� 10 geral 我們 走 走 感谢观看